39岁台湾桌球女神仍单身,则有条件低,不找有钱人,美貌不输潘晓婷。 台球界向来盛产美女,酒球天后潘晓婷被誉为中国体坛第一美女,性感裁判吕帅希更是收获许多球迷,韩国车右蓝同样人气颇高。 而在中国台球界还有一位美女,她的美貌不输潘晓婷,在酒球赛场亮相后便迅速走红,她就是台湾美女何欣如。 如今39岁的她依旧单身艺人,较好的颜值,性感的曲线让她成为台球界的明星。 2010年,何欣如来到内地参加酒球锦标赛,因为她漂亮的长相和傲人的身材引起广泛关注,许多球迷更是直言何欣如的颜值不输潘晓婷。 而在接受采访时,何欣如却表示希望球迷可以更多地关注她的球技,而不是她的外形。 因为台球是她的梦想,她希望可以成为潘晓婷那样极颜值和实力于一身的运动员。 何欣如追逐台球梦想的过程可不容易,第一次来到国内参加比赛时,何欣如仅仅拿到800美元的奖金。 这对于周车劳顿的她来说显然不够,要知道比赛场地附近的酒店定价都是500元以上。 无奈之下她只能找离赛场较远的酒店,甚至还找人搭货拼速。 何欣如说到,为了参加比赛我已经花了5万台币,所以我的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。 不得不佩服她追求梦想的勇气。 如今的何欣如已经39岁,却依然单身艺人。 对于长相漂亮,性格独立的她而言,要找一个男朋友并不难。 她也曾公开透露过自己的择偶标准。 身高在1米75以上,不需要很有钱,只要爱我就可以了。 祝福她早日找到真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